茉莉花黄叶主要有两个原因 轻松解决 茉莉花开花呢 非常的像 好多人喜欢养 但是在养护过程中 我们会出现一种 就是一种黄叶的一个情况 如果黄叶的话 它就会大面积的这个脱落 发黄的时候呢 是从叶脉开始发黄的 然后导致它整个叶片呢 都开始发黄 那么这个发黄的现象 一般就两种 第一个呢 就是缺水导致的发黄 茉莉花如果说是 你长期不得浇水 盆土干了 缺水的话 它也会导致叶片发黄 一定要及时的浇水 尤其是在花期 干透了 及时的去的浇透就可以了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它 第二个呢 就是它新长出来的叶子呢 也出现这个发黄的一个情况 那么就是由于缺铁导致的 它不能够吸收铁元素 所导致的黄叶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去给它浇灌硫酸亚铁 硫酸亚铁 对水稀释之后 直接浇灌在水里就可以了 半个月去给它用一次 就能够让叶片呢 不会出现一个黄叶的情况 那么就能够让它们叶片了 有点赶紧的情况 就能够让它们叶片 我们够让它们叶片 然后再来到它们叶片 但是它们叶片 就能够让它们叶片 然后再来到它们叶片